大家好 欢迎来到曼子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对我们的注册页面中的一些条件 做了一个判断 通过我们的F语句的一个牵套的形式 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应用 那这节课呢 我们再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还是对我们的一个注册页面 做行一个验证 那通过哪种形式呢 通过找出错误的形式 哪个错了我们告诉他 那这样一种形式呢 也很好用 而且呢以后在写代码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经常的使用到这样一种形式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还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不用带着大家重新来写了 比较简单的一个静态页面 接着提交到我们的doig1.p2p 来进行验证 那之前我们写的呢 都是一个正确的情况 这时候呢 这一次我们把错误的情况写出来 doig1 一个逆向思维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这里边呢 我们也会学到一些新内容 来看一下 对我们的f语句 再来进行一个应用 首先还是接收信息 接收信息 dolls user name post过来的username 包括password post过来的password password1 post过来的password1 这都是不变的 包括email 接收过来的email 年龄 post过来的h 包括验证码 确认的验证码 真诚的验证码 post过来的verify1 写完之后 这一次找出哪些错了 因为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有任何一项发生了错误 我们都不应该告诉他注册成功 这时候第一项先教验 或者验证检测用户名 首字母的合法性 我们需要来得到一下 首字母的ask码值 这一次我就直接写了ask码 等于ord的 写成一个 dollarsusername里面的第一位 取完之后来判断一下 之前是这么来写的 dollarsusk,如果是大于等于97 并且ask码要小于等于122 这是正确的 或者dollarsusk要大于等于65 并且小于等于90 这也是代表正确的 那接着想把它变成错误的 只用在前面加上一个碳号就可以 把它扩到一起 应该告诉他 到这就结束了 用户首字母 首字母不是以字母开始 这样的一个形式 逆向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他通过了的话 再往下来教验 教验一下用户名的长度 长度 同样的需要得到一下 这次我也是直接写了 if strlance.username 如果要是小于5 或者大于10 这是代表不符合的 因为我们要求长度是5到10之间 那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就直接exit 用户名长度不符合规范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长度也符合了的话 我们再往下来写 第三个 检测用户名 检测密码是否为空 那接着 只要密码的长度为0的话 是不是代表为空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么写 strlance.username 如果要等于等于等于0的话 这时候代表为空 exit密码不能为空 如果他也通过了的话 第四个检测两次密码是否一致 是否一致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来比较两个字符串的一个大小 那之前呢 我们是通过三个等号来比较的 那这一次呢 真正的来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实现 写成一个 STRCMP 小线13 来比较 通过这个函数 就可以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 STRCMP $STR1 STR2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 那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的话 它返回的值是0 如果STR1要大于STR2的话 返回1 STR1要小于STR2的话 它返回的是-1 这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写成一个STR1 等于一个-A 再来一个STR2 也等于一个-A 那它们两个肯定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来echo一下 STRCMP $STR1 STR2 来运行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返回的是-0 这样的效果证明相等 那接着再来写成一个 如果STR1等于-B的话 这时候应该返回1 因为它比较大 那如果它比较小的话 假如说写成一个Z 这时候应该返回-1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还有需要注意 你看到写成一个A 和一个A加空格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字符串 空格也代表长度 那这时候应该返回多少呢 来看 -1 证明STR1比STR1小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比较一个字符 可以比较多个字符串也行 写成一个ABC 那接着再写成一个A C A 首先来看 在比较的时候 一位一位来比较 拿出它第一位和它比 相等 接着再来比较第二位 如果第二位就可以比较出大小之后 以后的就不用再去比对了 那现在你发现 C比B大应该返回-1 你看到返回-1 这样的效果 这是STRCMP 来比较两个字符串 同样的 还可以不区分大小写的来比较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STR caseCMP 忽略大小写的来比较两个字符串 那接着我们可以 来试验一下 如果相等的话 返回的是0 但是如果不等的话 不等 返回的是两个字符串的一个 ASCMAX ASCMAX 同样的比较多个字符是 多个字符的时候是一样的 写成一个STR1等一个A STR2等一个大A 这是两个不同的 如果你要通过STRCMP来比较 应该是1比2的 那如果你要通过 忽略大小写的来比较 应该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你来试验一下 一个是-1 一个是1 一个是0 A比大A要大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再来看 我们再改一下 直接IQO一个STR CaseCMP 如果你要比较的是 A和D 他们两个之间 谁大谁小 它返回的是 他们两个之间的ASCMAX 应该X BC ABCD X3 所以说返回的是-3 那同样的 你再看 如果写成一个A1 A3 然后D3 第一位就比较出来了 那第二位的时候 它就不用再去比对了 还是返回前两位的一个X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规则之后 就可以应用到 我们刚才写的这一块 比较两次密码是否一致 那如果一致的话 应该返回的是0 如果不等于0的话 是不是代表不一致啊 STRCMP $password $password 1 如果不等于0的话 代表不一致 EXIT 两次密码不一致 这样的效果 应用进来 那如果密码相同的话 再往下 检测 邮箱 是否符合规范 同样的可以通过 STR POST DOLLARS EMAIL 搜索一下 AT 如果它要等于等于 FALSE的话 代表不符合规范 邮箱 不符合规范 找出错的 如果邮箱也符合了的 再来验证年龄 是否符合规范 那接着你就可以直接写 F $H 如果要是小1 或者DOLLARS H 要大于125的话 代表非法年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年龄比较完之后 再来比较两次验证碼 是否相同 在比较之前 我们要统一一下规则 可以通过 IF STR $Volify 如果要等于等于 你可以用全等 或者用我们新学过的 CMP $Volify $Volify1 如果想忽略大要写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 CaseCMP 如果要不等于 0的话 代表不相等 EXIT 两次验证碼 不一致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一致的话 简单的输出一个 注册成功 或者把我们上一个 写的拿过来 成功的话 输出一下用户信息 这一对 之后进行一个跳转 一样的 我就不带着你再来写了 这一对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能成功 刷新 写上一个用户名 你看到 长度应该不符合规范 来一个hider 刷新 长度不符合规范 接着再往下 长度符合了 首字母 不是字母开始 你看到 也只检查出来了 那接着再来一个正确的 写上一个king 123 32也行 密码 你说写成一个123 或者你不写 它都会帮你检查出来 密码不能为空 你再写一个密码 123 确认密码 两次密码 不一致 那接着再把它也写正确了 你看到 邮箱 不符合规范 不符合规范 再把邮箱也正确 一点注册 非法 年龄 好 再写一个验证码 RN 这叫成功 首先 再回过头来看 当我在这儿 不小心用户加了一个空格 对吧 再注册的时候 你看到 密码这一项 你贴上 两次验证码 不一致 那直接瞅的话 如果直接来看的话 用户很难发现 他不小心加了这样一个空格 对吧 那如果加了一个空格之后 其实他看到的样子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通过的 所以说应该去掉 次负串 两端的空格 这些空格是没有用的 我们只用比较 内容是否相同 那想去掉空格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帮我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通过Trim 所以说学到这些函数呢 应该知道在哪会用到 而不是单独的把函数记住就可以 应该学以致用 这样才更好 可以写上一个次负串 等于一个ABC 来看一下 一边有一个空格 接着呢 我们echo一下这个字符串 这是原始的字符串 String 再点上一个碳号 两个碳号之间呢 这是我们的原始字符串 看一下 ABC 那接着想去掉 字符串两端的空格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通过谁呢 Trim 默认的是去掉 字符串两端的空格 接着呢 也可以去掉指定字符 插 List 默认去掉 sertr两端的空格 也可以去掉指定字符 指定sertr 首先来应用一下 它返回过滤之后的内容 String 同样的 echo一个碳号 再来一个碳号 上面还有空格呢 接着你再看 ABC之间和两个碳号之间 是不是没有空格啊 证明过滤掉了 再来一个水平分个线 你看到被过滤掉了 这是默认去掉字符串 两端的空格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它来去掉指定的字符 String等于一个ABCDBCA 那现在我不想要A的话 就可以这么来写 echo一个trim的$String 对这个字符串做过滤 过滤谁呢 过滤一下字符串两端的A 那现在你发现左端右端都有这个A 那现在应该被过滤掉 BCDBC 那接着再往下 你说过滤一下AB A不要 如果出现B的话 B也不要 那首先你看到左端有AB 右端是不是只有A啊 这样的效果 或者你写BA效果也是一样的 它相当于一个字符集合 你看到只要出现的都会把你去掉 但是注意它是从两边往里边去走 你发现在这有A的话 A去掉了 接着碰到C了 没有去掉C 那接着即使里边再有B的话 也去掉不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记住这一个函数呢 其实还有两个 它包含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Ltrim 多个L代表左端 left xlist 是一样的 包括Rtrim 一次记住它们三个就可以 $xlist 简单的测试一下 我们就来去掉一下 这个左端的A Acho一个Ltrim的$strim A 再Acho一个去掉右端的A Rtrim一下$strim 右端的A trim相当于包含了左和右 首先你看到左端的A被去掉了 接着右端的A又被去掉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在比较验证码的时候 就应该过滤一下 ZipTro两端的空格 之后再来比对 那这时候就可以在这来写了 写成一个 Trim 过滤一下第一个 第二个同样的也需要过滤一下 Trim 这样的效果 过滤之后你再来看 刚才还不一致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写123 123 你敲了这么多空格 一点注册 恭喜你注册成功 别着急 那现在注册成功之后 你看到的密码 刚才看到的 是不是是一个明文密码 对吧 123 那这很不安全 包括以后你存到数据库的时候 也不可能明文来存出 那首先呢 你要保证我们数据的一个安全性 那就需要对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密 那我们常用的加密形式呢 像我们的MD5 包括SHAE 这样的一个单项加密算法 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Echo通过MD5 加密伺服券 返回加密之后的32维的长度 这样的形式 它其实呢 是计算 自负串的MD5 散列值 一个单项加密的一个算法 包括SHAE 也是一个简单的单项加密 计算自负串的 SHAE的散列值 返回加密之后的40维的长度 40维长度的自负串 我们可以简单来试验一下 Echo一个MD5 即使你加密一个空自负串 它也会返回一个32维的 你来看 32维长度的一个自负串 包括你加密一个SHAE 效果是一样的 40维的 你看到比它多了8位 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的密码 进行加密 之后呢 再来存储 那刚才呢 你也看到是直接显示的 那这时候如果成功的话 显示信息的时候 我们应该加密一下密码 那常用的 你可以选择MD5 Dolls Password 加密之后再显示 那这样你的数据就安全了 即使别人看到 它也不能直接想出来 这个密码是什么 写个123 123 注册 你看到加密之后的形式 显示到这 这是我们通过MD5 进行的一个加密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通过 if的另外一种形式 找出我们错误的条件 这样的条件呢 大家一定也要会写 以后写程序的时候呢 你也会经常的使用到 包括又解决了 遇到的一些问题 通过哪些函数 来帮大家解决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些常用函数呢 要自己来总结一下 并且按照我们这种形式 通过这样的一个 找出错误的形式 也要把它写出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